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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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市场也很火热 发展太过于快速之后 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乌龙茶或者说清香气乌龙茶 本该具有的那些特征就慢慢消失掉 导致现在很多人不再喝铁观音了 但是我还是有碰到很多的茶人 他们在很认真的 就是把铁观音的一些传统工艺 把它恢复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 铁观音还是可以恢复到 它原来那种应该具有的地位 很多的茶人 很多的喝茶的茶友 他还是很喜欢喝乌龙茶 大家都知道一款好茶 它首先要有好的山场 要有好的制作工艺 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如果说你喝到的这个茶 是一杯好茶 那我相信它是同时具有好的山场 和好的工艺 因为你如果是没有好的山场 你再好的师傅也做不出好茶 所以现在更多的精力 会集中花在这个茶本身上面 那这个铁观音呢 其实我是反复地经过尝试 也做过很多对比 不管是从它的香气外形 还有它的茶汤滋味口感 它的茶韵各方面的指标来说 我觉得在目前的铁观音市场里面 它是非常优秀的 制作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其实我没有去讲究说 它这个茶一定知道出自哪里 或者是哪个大司座 那我只知道说 这个茶是一个好茶 那是什么意思的 如果您想要去说 吃一口水平 就能去看一下 你有什么草莲 或是一口水平 就会要去maal 他们 voluntに提供一点点 那里有什么草莲 这是太多一种草莲 但是这家人